当年16年的时候 当时我去日本 跟日本的研究青年问题的机构 叫国报堂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 日本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 日本青年的状况 隔两年会到中国青年身上显现 当时国报堂 他们研究青年问题的学者 叫袁田先生 袁田先生跟我说 说我们关系 现在的日本青年 叫做物时代 我说物时代是什么意思呢 袁老师物时代就是 物就是开物的意思 物时代就是行也行 不行也行 咋样都行随你便吧 就全想开了 所以你看16年 日本是物时代 但是18年中国就用佛系了 它有特别强的相似性 21年有躺平 躺平这个词呢 就是2019年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叫尼特族 什么叫尼特族呢 就是不商学不就业群体 说白了就是主动的失业群体 它主动它有就业能力 但不就业 藏和佛系 我宁愿认为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还是被动的 而且它里面是有积极的因素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说你看 我们18年就用佛系这个词了 但是中国青年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佛系 我们中国青年的奋斗 动力还是挺强的 中国有一种佛 叫斗战圣佛 就是它还奋斗 它一边想休息 一边它还喝枸杞 加鸡汤 它还继续干 你看21年躺平 刘老师说 躺平的韭菜不好割 他们都开玩笑 其实没关系 只要把韭菜扶起来 然后一样可以割 躺平也可能是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也别那么紧张 我确实会见过几个青年人 他们说 刘老师你看我躺平没有 躺平以后 看见的人生 看见的天空更广阔 它换成生活方式 原来在大厂非常辛苦 现在躺平了 在小红书上自己卖东西 但是它觉得也是那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到了22年的百烂 我其实也在找积极的因素 想给它绕回来 但是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绕回来 我曾经跟一个青年聊过 我说你看你这么年轻 啥都想看了 因为百烂就是什么都抛 抛梦想 抛房子 抛女房 什么都无所谓 我说你看你这么年轻 啥都不想奋斗了 就完全不在乎一切 我刚才跟他说完 他说杨老师 他说我觉得你都要武断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努力奋斗过 我努力奋斗过 我发现我努力奋斗以后 我不是个废物 就是我没有必要反复确实这个事了 你看你就年纪轻轻的 也没点志向 杨老师 你有理想信念 你们全家都没有理想信念 对吧 就你没法有 就百烂千年 我觉得就是 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的理由 而且他想的特别透支 所以你要做他们的工作 其实挺难住的 谢谢大家